老子告别吧 水上的恋车就快到站 通往未来的路上 没有人 哇 我帮这位朋友 我希望我不认识他 但我帮他拍得很好看啊 没有人会再会发 听说有人要开手唱会 您好 您的好友周深 已经预定了今晚 手唱会第一排最中间的位置 辛苦插收 今天20点20分 奔跑吧 一起来看他的手唱会吧 不知不觉 奔跑吧已经播到了第十期 也意味着这个节目 离收官越来越近了 在以往的十期节目中 不得不说每期都有亮点 能够令看的人开怀 玩的人尽兴 奔跑吧第十一期 今晚全员为兄弟穿越沙漠 蔡徐坤新歌的现场演出首秀 即将开始 兄弟团能否完成任务 准时抵达现场呢 欢迎大家来到新疆葡萄班 让我们欢迎安琪 陆柯燃 经过蔡徐坤 本人的慎重考虑 她愿意在节目里进行新歌的 Live演出首秀 你怎么这神神秘密 如果大家在今晚8点30分之前 完成所有任务 就能准时出现在 昏的金歌首演 走吧 时间紧过 朋友们 参名女孩们 谁将来喝买去 好久 啊 啊 啊 快看沙尘暴 看了第11期的预告 真的不得不感慨 节目组为了奔跑吧 一期比一期更好 特别选在了新疆吐鲁番 特别选在了奔跑吧第11期 进行新歌发布现场首演 可以说是用心良苦了 因为这一期没有好人与坏人的对抗 也没有团队与团队之间的比拼 而是团结一致 只为一个目标 获得蔡徐坤新歌现场首秀名额 但想要参加蔡徐坤新歌现场首秀 有前提条件 要在规定时间内 完成节目组安排的所有任务 这次奔跑吧为蔡徐坤准备的舞台 是在新疆吐鲁番 进入夏天之后 吐鲁番非常热 而且还有大风沙尘 周围的环境让每个任务 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所以看上去容易 实际上很难 是我们在转积ängen船中导致的 然后就在 Berlin 让他们们留住 红 French 黑暗 他们正面 还可以 吃饭 说 在炎炎历日之下,Angela Baby,李晨,周深要把鞋子脱了,然后站在一块布上。 因为布很小,周深直接跳到了李晨的背上,让李晨背着他。 而蔡徐坤要拉着布前进,因为布上的三人体重很大,靠蛮力不行,所以双方要进行配合。 在蔡徐坤拉布的时候,Angela Baby,李晨要往前跳,这样才能往前走。 在几个任务过后,离蔡徐坤新歌现场首秀已经不远,这时候杀意提议让蔡徐坤先走。 即便如此,蔡徐坤也只有一个小时准备新歌首秀的时间,而兄弟团成员少了蔡徐坤之后,还要继续完成任务。 这次任务考验配合与专注度,他们要用皮筋搭成桥,让网球通过。 在这个过程中,网球不能掉到地上,因为天气很热,让人很难专注,地上已经掉了很多网球,而规定的时间也只剩下7分钟。 看来兄弟团很难把所有任务做完。 蔡徐坤也被告知,对面游戏玩不过去了,这种时候,对蔡徐坤,对兄弟团成员都是一种煎熬。 当然,既然节目组为蔡徐坤准备了舞台,应该希望兄弟团成员都能到现场,完成任务应该只是为了节目效果。 新歌手秀现场的画面非常梦幻,是节目组精心准备的大陌路日限定舞台,用他们的原话来说,就是音乐短片级别的场面。 这所有的铺垫,都让人对这场新歌手秀越来越好奇和期待,究竟大家这么努力去奔赴的,会是怎么样的场面呢? 如果说奔跑吧第十期最后的弹珠游戏,是全场最嗨的时刻,那么毫无疑问,第十一期最后的新歌手秀,一定会成为本期最佳。 万众期待,不知道周深会不会给大家带来唱歌的惊喜呢?大家拭目以待吧。 听到hap me这一个词的第一反应是吗? hap me 想吃哈密瓜 首先是温暖 对,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写音课 那你今天把哈密瓜拿上,我觉得,哦,那时候用瓜把我留在新疆吗? 是一个,哇,就是那次那个回声,我真的会吃瓜,哇,我真的会被填到,哈哈,像我们这种专业的,就是说,都是靠写歌来回应,对不对? 好的,对,没有,我先下车,我就写一首歌。 安全感,不问题,好记轻松,我自己理解的因为hug,他就是学了一个跃离语,但中间这个剧,他肯定很多时候是有很多的困难,或者是理解, 也是要去克服他,然后会觉得无论怎么样,就去走,像你要走到那个地方,也是一首歌可以让你可以,很轻松,很适合的样子 因为你,我想问一下你,你听到hap me这一个词的第一反应是吗? hap me 首先是温暖的,对,但是我其实没有想到这个咸语感,但你今天把他咸语挂拿着,我觉得,哦,就很好的情况,想了一个晚上,真的想咸语感,就想到了一个瓜,非常非常的,就跟我说,他们说把瓜,呃,用瓜把我留在新疆了,是一个,哇,就是那次,那次的一个回声,我真的会吃瓜,哇,我真的会被填到。 风掠过发烧,吹干了汗水,也吹干了,不知不觉,流下的,眼泪。 风掌ue 油耳在唱着 好 俩 哼 二时的歌哟 你看那迷逢在 不远处 朦盼的 五投 如果要再 流眼泪 也会是幸福的泪 不停的闭上眼 又睁开眼 你会不会は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